71岁的李查茨因为曾经致患过六次髋关节 所以骨盆变得脆弱 导致其中一只脚在骨头上顶出了一个洞 这除了让他的双脚出现长短不一的现象 也让行走时的疼痛逐渐增强 这个突破性的手术不但简化了复杂的骨科手术程序 也能让他无需坐轮椅 根据李查茨的人体扫描数据 医生利用三维打印技术为他特制心臀部 这个尖端技术利用钛粉一层层重叠 塑造出心髋关节上的草旧 而特制模型也简化了手术程序 为提高成功率 医生利用李查茨的骨髓干细胞固定心臀部 让骨形成 从而让臀部组织变得更坚固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